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严峻 不过社会上的爱心并没有因此停歇 国际福轮3490地区 包括基隆、基隆南区、基隆东区 基隆东南、基隆西北、基隆中区 新北北海岸、基隆永昌 以及新北瑞芳等9个福轮社 再加上福轮社重要领导人黄清辉、庄志伟 以及吕正隆三个人 共同捐赠价值42万元特质的早疗客桌椅 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委托伊甸基金会 经营管理的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太旧换新已经使用20多年的老旧客桌椅 帮助早疗儿童 也就是曼菲天使安心学习 让中心很感兴 做过一些课程、活动、復健器材、復健活动 很快慢的就是在 不管在肢体的平衡和力量 还有一些认知的发展 还有就是听力或是说口律 因为我们会连结医疗的 医疗比如说听医师或是口律这件事 这样子给他们做一些综合性的 一些教育和训练 好那么用爱心来去关怀他 好用热心来来去引导他做一些好的事情 我想你们才是最幸福 跟我们社长所讲的 所有的功劳是在你们所有社工里面 我们只是一点小小的力量 能够抛砖引玉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 社会一个共同相可的力量 我们只是因为肯定计计计 还有这个坚政的机会 帮你一点小的 也希望你们继续持续 你们照顾 这些需要帮助人的爱心 把这个爱心延续下去 我想社长要做的事情就是 政府帮助不到来做到 很完美的地方 藉由社长的一点力量 来辅助政府来照顾 伊甸基金会基隆区指出 原本特制的四张客桌和二十张座 以预估只要二十五万多元 但是因为疫情和原物料不断飙涨 价格翻涨一倍 幸好有国际福伦3490地区的爱心帮忙 圆满解决这个困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